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无牧野首度联媚女心理师片尾花房咖啡厅上线酷我音乐。 阳光来了,爱你的人也来了。 日前,杨子,景百然主演的电视剧女心理师正式定档, 由杨子现唱的片尾曲《花房咖啡厅》已于11月18日在酷我音乐惊喜释出。 演而优责唱的杨子,过往就有多首OST经历, 此番与国际钢琴艺术家吴牧野首度合作, 更用温柔琴音与浅唱低音,将一段心灵的静谧时光演绎得无比传神又写意。 女心理师是由杨子、景百然、王家、兼任资领衔主演, 倪萍、黄爵、张若南、戴文文、柳小海主演的当代都市剧, 该剧根据毕书敏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了心理咨询师赫顿在事业经历剧变之后, 创立独立心理咨询室, 在一个又一个来访者案件中抽丝包茧, 从一份导师交代的神秘档案背后挖掘出惊天秘密, 在伙伴帮助下阻止了悲剧发生的故事。 据悉,该剧将于将于11月23日正式亮相荧幕。 中国演艺圈90后四小花旦之一的杨子,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2010级表演戏, 不仅颜值高演技佳,嗓音也甜美动人, 音乐上颇有造诣。 2008年即发行首张个人专辑加油小雪, 展现出唱歌上的不俗潜质与天赋。 此前,他也为多首影视剧演唱OST歌曲, 包括电影首诸人主题曲《寂静的瓦丽》, 电视剧《欢乐颂》主题曲《总有幸福在等你》及插曲《开得比花香》, 古装仙侠剧《青云志》插曲《若知如初见》, 青春励志言情剧《亲爱的》,热爱的片尾曲《牛奶面包》, 都市爱情剧《我的莫格力男孩》片尾曲《有风的夜晚》等等优秀代表作品, 展现了其不俗的演唱实力。 此次为女心理师现唱的片尾曲《花房咖啡厅》由高小溪作词, 曲作者则是国际钢琴艺术家吴穆也。 后者也是霍妖担任该剧音乐总监, 创作了这首OST片尾曲。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吴穆也与杨子首度合作。 虽为首次,却配合默契, 吴穆也琴音柔情似水, 杨子歌声甜美动人, 搭配唯美浪漫, 富有画面感的歌词, 将剧中温馨静谧的美好时光也展现的活灵活现, 真情满意。 我绽放出晴朗如歌的风景, 也看见你亮如星辰的眼睛。 他温暖我的笑容倾听我真实的声音, 给我最温柔的回应。 歌曲上线后不少网友热情打口, 表示甜甜的歌声太喜欢了。 在等待电视剧开播的这段时间里, 先来酷我音乐感受小子演唱的花房咖啡厅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